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和大家更新二十大方面的最新資訊, 就是大家很關心那個叫做新一任中央政治局常委, 有七人,分別是習近平、李強、趙樂際、王滬寧、蔡奇、 和丁薛祥還有李希,而習近平也是成功續任第三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。 而上海書記李強現在預計他會做總理, 接替了李克強的位置,而趙樂際有機會接替人大委員長。 而剛剛所開的一中全會同時也有選出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、 副主席和委員,而其中總書記習近平也繼續擔任中央軍委會的主席, 而張又俠就繼續出任中央軍委會的副主席。 那這個應該就是最新的人事變動資料了, 其實都跟外界預測的差不多了, 那就講緊了,習近平就會是第三任連任了, 那反而是李強有機會做到這個總理的位置, 應該都是很多人是掉了眼鏡。 好啦,那今集暫時和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下邊留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